來 哈囉 各位 大家好 哈囉哈囉 潛田 哈囉哈囉 潛田喔 我們這個網友見面會 實況主見面會 超級多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在那個 遊戲局的內湖總部 所以現在看到後面超多實況主 對對對 你們所知道的實況主 基本上全部都在這邊啦 那現在呢 因為 他們今天是發表一個新的遊戲 就是波拉西亞戰記 所以你看喔 大家的遊戲這個電腦畫面呢 通通都是啦 通通都是這個遊戲的畫面 等一下我們會帶大家來去做試玩 所以呢 就待會來搞試啦 待會來搞試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 要來帶大家體驗一下波拉西亞戰記 他這個遊戲喔 他的系統其實我們剛剛這樣看起來 因為時間有限喔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的系統玩法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多啊 他的這個主要來講就是有一個旅團 那旅團的話大概就是類似 公會的這個系統 那他旅團呢就有一些 旅團的這個副本喔 可以跟我們自己的成員啊去打 像他這邊有一個 據點戰的 他有一個據點戰的 然後剛才我們已經打完了 我們晚一點如果他有那個 戰鬥的時候 我們再來實際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來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也有這個造型跟做棋喔 那造型的話你看一下 這個是金變喔 看起來很大隻 那這個畫面我相信大家看了就知道 真的是細緻到一個不行啊 那也是有這個紙變啦 紅變啦 藍變啦 這邊喔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個列表 一般的高級的稀有的 英雄傳說神話 最高的一道神話 現在有拍兩個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鏈層系統 他可以登錄一下喔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這個 登錄起來 他應該是可以做其他東西 然後再來 這些變身喔 你看 他有他自己的這個 卡池能力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拿到越多的話 那基本上他可以開到 這個能力就會越多 那這邊還有一個確定 這個應該是重抽的啦 就如果我們種什麼 紅色的啦 紫色金色的喔 可能會有一個重抽的畫面 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做棋的部分喔 做棋的部分 這個是不是跟大家 看到的類似喔 可是他這個喔 白色的部分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這邊呢 如果說我們前期在抽卡的話 應該來說 我覺得應該算是簡單吧 因為你看他的白色的 只有這樣子7張啊 然後 綠色的7張 然後再來是 藍色的 藍色的 1 2 3 4 5 5 3 15 16張 16張 再來就是英雄啦 英雄反正是 從西游到英雄 這邊是比較多一點的 然後傳說的話 總共是10張嘛 然後再來是神話 神話的話就兩張 這個是金座席啦 那我們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回到剛才的這個造型來講 造型 造型 造型你看 來看我們帶過來右邊這邊 它影響的是這個 攻擊命中追加傷害 就是我們一般的 如果說要什麼傷害那種的喔 還有移動速度 那攻擊速度也是影響在這邊 技能加速喔 這蠻特別的 還有技能的加速喔 那如果是 這個藍色的話 它的這個能力也是少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換這個能力好像還是差蠻多的耶 如果以攻速來說的話 藍變是180 紅變的話 是310 哇 差很多耶 哇這差很多耶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坐騎的部分 坐騎的部分 影響到的是移動速度 還有這個負重啦 防禦啊 經驗值喔 經驗值在這邊拿 所以要練得快 看來這個坐騎 還是得要抽啦 坐騎還是得要抽啦 攻擊力也是有一些 坐騎也有技能喔 我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以體色來講的話 它有這個 這個技能 咒術喔 這邊 那如果說我們 一般拿到 藍色的坐騎我們來看一下喔 藍色坐騎也是會有技能 但是這個應該是它的充斥速度 那白色綠色的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基本的技能 但是 要從綠色開始 它才會有這種 所謂的幾種 所以如果要跑得快的話 嗯 看起來是要從綠色開始喔 好那我們熟悉的怪物圖鑑 好我們看一下畫面喔 怪物圖鑑 成就 這個部分也都是有的 還有一些活動 但這個是旅團的活動喔 專屬於旅團的活動 這個也是有 好那我剛剛玩了一下 它的這個系統啊 其實蠻多 算是新手的細節喔 比如說它有一些冒險的指南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有點類似 所謂的副本啊 我們每天可以做啥事情 就在這邊可以看得到喔 然後還有一些合作副本 喔 它這個是個人副本 然後這個是合作副本 這個就是要一堆人去玩的 就是 也不分誰啊 不分你我 就是可以去玩 它其實可以玩的東西非常多喔 黑劍系統 它剛才官方在實測的時候 它有給我們看一下 剛才我們有玩一下它的黑劍系統 一樣是會有 還沒有出一些小怪 然後小怪之後呢 會有一個 算是深淵怪 比較精英的怪物 然後把它打死之後 這個黑劍就結束了 然後這個封印戰喔 這個封印戰算是 呃 很多玩家可以一同一去進行的 那 雪蒙我們的旅團 也是有自己的這個 類似這種封印戰宇宙的系統 它可以玩的東西 真的是還蠻多的 那我剛剛進去 我們旅團的系統喔 它這邊有很多東西啊 什麼旅團研究 研究喔 像它剛剛說的 有什麼建設的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但是它這邊可以做一些東西喔 什麼製造工程兵器喔 我只能說這個系統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喔 因為我們現在下載這個是PC版 所以呢 來我們看畫面一下 它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它所有的快速鍵 我們在這邊都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說新手來講的話 其實PC版 這個提示的功能 會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實在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 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個按鍵是做什麼的 那畫面本身呢 像我們這個螢幕的話 應該是 22吋 22吋 這22吋 那看起來其實也蠻細緻的喔 然後呢 它地圖上有很多的 一些細節啦 譬如說這個是練功的點 然後它這邊都可以告訴我們說 幾集也可以去喔 這邊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不知道會不會一開始開放這麼大 實在是有夠可怕的喔 但是這個 那它這個 還有一個設計就是說 它跟你 有一個工程站的設計 24小時的 算是據點站 工程據點站 它也可以讓我們24小時的那個 哇 等一下我請官方的 來幫我那個下 它是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操作 我教你一下 因為它第一次操作會稍微麻煩 OK 你幫我點一下那個地圖 好來我們點一下地圖 好你先找一個你想去狩獵的地圖 好那假設我們選擇這個 好 你就先移動過去 好先移動過去 它基本上你要先到了 然後你才可以開始 OK 第一次啦 後面其實有方法 你可以點一個地方 對 它這有個小圖釘 就是以後你如果有其他想過的地方 可以用那個小圖釘 好這樣子按下去就可以 可是第一次一定要到指定的地點 OKOK 所以它可以順移過去嗎 還是只能用手 它不行 它只能用手 所以這麼大一張地圖 對全部都是 所以你的馬那個速度 快不快很重要 真的 坐騎很重要 對坐騎很重要 那像它這種地方 這個我們可以直接順移嗎 這種 主要的地方 它有一些就是 它有分大陸地區 對 它大陸地區有一個傳送門 OK 像 我記得這個 像這種圈圈好像就是傳送 對 你只能轉移到那個大陸 然後從那個大陸的傳送門 再走過去 OK 就是快一點點 可是還是要用走 OKOK 接下來是左邊這個 左邊這邊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這不知道叫什麼 這個按鈕 對 它一定要強制 有人在打你 被射了 被射了 是誰 是誰 我們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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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一下怎麼反擊 有點他的人 然後隨便按個技能 OK PK PK 夢幻威士忌 我們在上 來我們直接PK 這個基本上 它打我完全不痛 夢幻威士忌 再屌阿 再屌阿 沒有啦 PK是要按哪一個 就是點他 123 點他點他 光黃色 來 嘲諷一下 F50 我們騎上坐騎 讓他直接甩他 把他甩開 哈哈哈 走到天荒地老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地圖看起來很大 但是實際上 我們走起來的話 是沒有那麼的遠 我現在要怎麼去那個 據點站 先 要先退出隊友 所以據點站 一定要退出隊友 對 因為他是要進這個 進自己的旅團 旅團的這個隊友 對 OK 這時候它是傳送過去的 傳送 打據點站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傳送 然後來這邊之後 我們點那個GCC 好了 它可以自動 就是這邊有一個攻擊城門 這邊有一個按鈕 攻擊城門它就會自己跑過去 這個好像 比較有一個疑似感在 就是比較有那種 因為你看如果大家都是用傳送的 好像就是飛到了就開始打 它這個設計呢 雖然說 會用一點點的時間 但是感覺上 疑似感 比較多一點 它這個每個 每個目標 每個時間它的目標 它都會是固定的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是要攻擊城門 那攻擊城門進去之後 它會有另外一個塔 等一下它這個地方會顯示 就是可以直接 進去那個塔這樣子 等一下就是要佔領祭壇 我們這個第二個城門 快要打掛了 快要把它打破了 好來 像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來打這個祭壇 不用打旁邊的小怪 直接來打這個祭壇 看誰先把祭壇打爆 我們就贏了 如果人多的話 這個戰鬥場面也是非常舒服 什麼職業比較香 它其實 不一定 我覺得還是要看人 我覺得還是要看到這個狀況 因為它也有弓箭手 然後也有那個 戰術 也有補師 所以看大家習慣 韓國的遊戲大部分來講 都是 算是類似這種組合方式 所以到時候還是看大家自己 那它每一個職業 你還可以切換成不同的形態 那不同的形態 玩起來 就是它可以隨時的切換形態 你要什麼 要彈的 要補的 它好像都可以切換 那時候玩法就蠻多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據點在目前打起來 感覺是蠻快的 那實際上打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晶片 跟晶的座騎 還有它的收藏品 基本上都是塞滿滿 所以 打起來很快 那實際上到我們正式 開服的時候去玩 就不一定那麼快 所以到時候呢 這個體驗上來講 應該會跟現在不一樣 應該會差非常多 這樣我們現在等於是速成 拿著這個已經搞好了 集體這樣搞 到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 正式服的時候 這玩起來會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要攻擊成本 其實跟剛才的玩法 就很類似 基本上是一樣 據點站就是這樣子 那每一次它的難度是 不太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據點站的說明 它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鑽石 它可以直接拿鑽石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 它的鑽石有分成兩種 一個是鑽石 另外一個是紅寶石 所以這兩個東西 都可以在這邊拿到 打據點站超重要 那這樣的話我來看一下 販售 可以 這裡面販售的道具是這個 是用鑽石 所以等於是 我們只要打據點站 拿到鑽石 就可以來交易所買東西了 因為它的交易貨幣 是這個 是這個鑽石 來 我們趕快來 把剛才沒有找到的 離線掛機 趕快把它弄起來 再幫我示範一下 離線掛機 剛才 剛剛就到一半 被打 對對對 基本上就是這個 對 它點下去就會直接開始 但是通常 我們會進來這邊設定一下 對對對 它有一個功能是說 如果你身上 東西太多 對 或是你沒水了 它可以自己回去買 對 這就是自動整備捲軸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要課金嗎 欸不用 它是遊戲內就有辦法獲得 用金幣就可以買 用金幣可以買 對 課金好像也有 可是主要金幣都可以買 所以它這個系統它有設定 它這邊有設定 如果你是一般玩家的話 就是十個小時 對 不確定之後會用什麼方式 有些人是可以 24小時全自動 所以擴充 可以擴充 有擴充卷 但我不確定會用什麼方式去販售 OK 然後就是這邊可以調啊 像是 調水可能調1000坪啊 類似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這邊設定完之後 對對對 它現在不能按 因為它其實已經在執行 所以 現在是在執行 就對了 那如果說 我什麼情況下 才可以把遊戲關掉 其實現在這個狀態就可以 那這裡有個結束遊戲 我們直接按右上角這個 所以最後 如果剛剛現在這個畫面的話 我們只要點 右上角這個結束遊戲 它就可以 開始掛機 那這時候會被打嗎 會 還是會 所以 像它這邊 你可以設定 被PK 死亡的時候 就結束 或是怎樣的 好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啊 被PK會死掉了 用這個系統 要小心 波拉西亞戰績 各位 它現在已經開放 開始做這個 精英封測的報名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點我們的 字頂的連結 你就可以去參加報名 那它是有 這個名額的限制 所以 趕快 到時候封測的時候 我們來一起玩 然後看它什麼時候正式開服 再一起來告一下 好 那我們直播先到這邊囉 掰